原本的11項個資未來刪減到5項 剩下的資訊都將存在於晶片當中 過去可能生拍一些資料時候 都會把個人資料全部透露出來 現在這個問題將被解決 那你有想過身份證也能放到手機裡嗎? 沒錯!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介紹 新版的數位身份證 到底升級了什麼功能呢? 還有預計何時可以更新呢? 簡報作動畫 3C科技畫 大家好 我是竹捕克的Kevin 歡迎來到竹科學系列 用簡報動畫讓你輕鬆學知識 聽到改版新身份證 大家一定很在意外型 預計的設計版型 目前是以去年身份證明文件 在設計得獎作品為藍圖 設計師型 Chef 作者魯少倫 獲得9萬多票 主要卡片圖文是以玉山山脈高線圖 將其中的紋路隱藏在細節裡面 這種簡約低調的風格 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歡 看完了外觀之後 那什麼時候可以更換呢? 原本預定10月就要開始 換發數位身份證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 將調整換發時間 正確時間會看國內外疫情的狀況而決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目前台灣並無製作此晶片的技術 但印製身份證也無法仰賴他國 所以需要把機器跟印製卡片進入到台灣 需要一定時間 所以才進行調整 數位身份證正面跟背面有何變化? 正面部分留下了 1.姓名 2.統一編號 3.出生日期 4.相片 背面欄位只保留了結婚狀況 從原本的11項個資 未來刪減到5項 剩下的資訊都將存在於晶片當中 過去可能生怕一些資料時候 都會把個人資料全部透露出來 現在這個問題將被解決 再來就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功能 數位身份證有什麼新功能呢? 1.強化防偽功能 變得更加耐用且無法被側錄、複製偽造 2.公開區 輸入身份證後6碼才可讀取 姓名、身份證字號、出生日期、戶籍地址、異別 3.加密區 持證人自訂6至8位密碼 配偶姓名、父母姓名、出生地、性別、相片 還有公開區資料 4.自然人憑證區 結合自然人憑證 民眾可選擇申請停、復用 5.回國也可以選擇身份證入關 注意!只有國內通關使用喔! 其他國家還是要用護照 跟大家分享完了所有NEW EID數位身份證的各項細節後 大家會期待想要更換嗎? 我自己是很期待未來也可以結合到手機APP 我什麼卡片都不用期待 真的是最方便的一件事情